说出口衰退的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的解读是说 其实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ICT产业那些台湾接在海外生产的部分 没有接到单了 因为单子直接从中国下去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 但是事实上继续 我们在看金属机械产业里面 我们看到的 在田野里面看到的从 就是像工具机 汽车零件 不是汽车业 汽车零件 自行车 或者是很多金属机械产业 他们的出口值 其实从台湾出口值 在过去十年来 大概是成长了将近三倍以上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他们可以附加价值 如果可以还有到26 那整体来讲 这个是从产业集中度来看 其实基本上 台湾的中小企业 在金属机械产业里面 还是呈现一个非常分散化的状况 我们看到的集中化 其实都是产生在资讯科技产业 所以很多的 那事实上很多的研究也提到了 用派遣工最多的 其实是高科技产业 目前在台湾用派遣工最多的 其实是高科技产业 好 那再来就是讲了这么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大概知道 这个台湾的三角贸易是怎么在进行的时候 再回答他一个问题 你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对中国贸易的依赖 在讲什么东西 如果你看机械金属机械产业 这个是运输器材 譬如说汽车零件 所有的什么航太机械 自行车机车所有的运输机械 跟所有的那个机械产业的出口 他成这个出口模 出口直到各个国家的比例 跟对比资讯产业的话 你会看到其实我们在基础机械产业 他出口是呈现一个多元化的 多元化的 然后所谓的我们认为 台湾对中国的依赖其实是ICT 但是事实上这个ICT 所以我们对中国依赖也不是所谓 我们依赖成品出口到中国市场 而是所谓的出口加工的结果 就是说这东西到了中国 然后再转出口到世界各地 就是在中国可能关键零件到中国 然后最后再出口到世界各地 而且这个东西另外一个迷思是说 其实这些根据WTO的高科技 这个的一些关税协议 其实本来就是已经免税的 就是说他是可以免税 他最后是免税的 所以对于就是说要降低税或关税 来增加出口这件事情 其实是就是说是有疑问 就是说为什么面板产业 会成为这个选项 我不太清楚面板是怎么被计算 但是就是说这个可能跟前面所提到 这个就是中国想要发展面板 可能是比较有关系 如果说单纯从税率的问题来讲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那如果我们说台湾对中国的依赖是什么 可能比较明显就是从台湾资金出口到中国 其实是如果说这个就是台湾的 向外投资最大的国家是中国 这个比例非常的大 这个就是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到那些什么paper company 在那个英族什么群岛那些 所以那而且大部分在什么产业 都是在都是在电子产业 然后刚刚那些所以所以我大概很快讲到今天 其实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台湾在过去十几年 有两件事同时在发生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包括技产业的转型 跟那些发言人掌握很多的发言群 可是事实上他们对台湾的经济的贡献 也有想象中少了很多 更不用比他们所创造的 可是事实上有另外一群 就是说台湾的经济奇迹里面的中小企业 很多许多在机械跟金属方面的产业 他们其实还是在继续在升级 那他们啊他们有很大的特质就是出口 出口就是有多元出口能力 然后有差异化的产品到世界各国 那很重要就是很多各式各样的零件厂商 他们是直接出口 那这为什么我会特别提这个 其实这个你在看很多货帽 什么自由贸易协定里面 其实通常零件的出口是不用 是没有 是不受那个货关税的影响 是通常你在讲那个是在指最终的成品 那这个会影响我们怎么会理解 这些经济行为跟这个 那因为实验关系后面